水水葡萄心 许慈良 在彰化葡萄的故乡 有个年轻的葡萄农 以精进的农业技术 恳切的行销手法 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它就是二水箱的葡萄农 许慈良 因为从之前 以前是因为我爸爸 他在从事一些农业的话 比较出众 他想说葡萄它本身 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喜欢吃 而且他的工作没有 像一般种木瓜 种甘蔗 或是种山药 那么样的辛苦 因为他的工作都比较轻松 所以我们就跟我爸讨论之后 决定下去种这个飓风葡萄 最主要是家人喜欢吃 另外在这段 等待葡萄成熟的日子里 许慈良也参加农委会的农业体验营 趁机充电 学习更多农业知识 参加我们 由我们农委会主办的农业体验营 认识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一些前辈 一些专家 让我们回家从事农业 在这个整个农作上面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多了很多的前辈的经验 在农场管理上 许慈良也选择和传统葡萄农 不一样的农法 像是很多葡萄园都会是用竹草剂 来去除园中杂草 许慈良的葡萄园就绝对不可能这么做 像现在我们田里面的这些杂草 其实又有很大的用处 像我们的葡萄它本身呢 虚肥力不是很多 因为本身植株健康的话 肥料就用得少 而且呢我们的杂草呢 让它生长 它接下来我们割除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些增加很多的维生素 还有它的纤维质 会让土壤呢 比较蓬松 让根系很健康的生长 而且杂草呢 能保水保肥 还有呢 跟我们的葡萄植株的根系 进长进升 所以我们的葡萄根系会特别的健康 那根系健康呢 葡萄本身植株就健康 那我们的葡萄呢 就不用很多的一些化学的产品 就会很健康很容易照顾 所以杂草有很大的用处 以前我们刚开始做的是 一种机关团体的团购 那团购是让我们要怎样去推团购 就是我们要先跟我们团购主建立关系 培养良好的关系 让它愿意帮助我们来行销 我们家自家的农产品 取得它的信任之后 它就会帮我们慢慢的推我们的产品 就是一次的量可能就是100盒200盒这样子 让它们有一个基本素基本量在 那我们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做给它 尽管现在已经有稳定客群 但许慈良仍然不断尝试新品种的葡萄 期待让水果摊的葡萄有着更丰富更健康的选择 其实葡萄像现在农业上最主要是有机生产 可是就葡萄它本身可能不太可能做到完全有机 所以我们的方式到最后可能就去做成温室栽培 让我们的植株很健康 生产健康的果汁 让消费者去使用我们的产品 请不吝点赞订阅